把唐朝从天堂到地狱的289年历史 浓缩成一天会怎么样 唐朝共计289年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如此下来 一年就约等于5分钟 6点整 这一次历史的时钟 将由一正一邪的双面女帝武则天来敲响 此刻 他改天换日 窜堂为周 天堂与地狱 两极分化的大唐下半场计时 正式开始 6点01分 武则天首创电视 武科 完善密封县等科技制度 天下是子 终有机会与门阀贵族 站在统一气跑线上 6点09分 为肃清一党 武州库立 大型骑道 沧海遗珠 敌人节 即将狭路相逢 整人专家来进城 6点010分 武则天 通过窝国潜唐时的改名提议 并赐名为 日本 6点15分 大将王孝杰 出征土博 再次打通中亚丝绸之路 6点20分 通天葡萄 把第二起 武士家族 一手遮天 7点15分 神龙元年 女帝梦醒 宰相张简之 以诛杀男宠双张为由 夜闯入宫 兵建88岁的武则天 还政于李唐 7点15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命运多传的唐忠宗 李贤 在位仅五年后 便惨遭妻子为后 狐杀身亡 李唐危机 全途重来 7点40分之时 容诺寡断的唐瑞宗李旦 被迫对阵野心勃活的女后为师 在这城王败寇之时 李诞三子 李隆基 先发之人 于太平公主 紧急发动唐龙正殿 一局铲除为十一幕集团 7点50分 唐玄宗李隆基许一员赴使之意 改国号为开源 李唐帝国将重振起步 再度扬帆起航 7点55分 旧时宰相 姚崇 上表改革实册 8点整 建盛裴明 化身无道子 与草书之神张旭 东都连类县里 共和公司苍领巨峰时 九州道路武柴报的开源盛世 8点15分 日本遣唐使 第八次都海学习 而千年后 这位虔诚的学生 将以一种始料不及的方式 来再次面对西域的老师 8点50分 李白仗剑去过 杜甫 满游五月 20年后 师先与师盛将于洛阳 来一场 世纪文坛大碰撞 九点整 全宗泰山风扇 万步来河 丹尔 玉庸泽 月银泽石 毕经图治的一代明军 即将跌落神坛 9点55分 口密附件的李灵甫 接替开源名向张九龄 同年 李龙基金氏骇俗地将二席 纳入后宫 云响依上花响龙的杨贵妃上线 10点35分 义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事力之来 唐玄宗的奢密眷政之风 一发不可收 大奸臣 杨国中粉末登场 11点25分 三镇节度是安慕山于十四名 敲开地狱之门 安世之乱爆发 身怀唐宗兵法的大唐 犹如一个被一招打中死血的 绝世高手 颓然倒下 而这个死血就是刘杰渡史 所引发的安政割剧之火 11点25分 唐玄宗悟性奸命 名将封长青 高先知 双双凌落 11点35分 各路杰渡史心怀鬼胎 作弊上关 七只妙手王昌林 逆丧乱世 同年 岁阳门神张群 古战四百余战后 迅速过身亡 11点40分 长安失守 马维坡之变爆发 杨贵飞跃坠花车 唐权宗南逃川属 唐宗伙剑继位 救过英雄郭子怡 李光碧 华帅平乱 12点整 太上皇李隆基于新帝李亨 先后驾风 二人朝得一圈不落幕 12点10分 唐代宗李玉上线 四年 长达七年浩劫的安史之乱结束 大唐帝国今次一劫 将和御下 满目疮迷 13点35分 唐德宗 李阔 缺帆失败 节度实力系列 率先反逃 14点整 孤胆殊胜 严真卿深入敌营 面至乱臣贼子后 英勇就义 14点15分 大唐西域荣耀 铁解安息军 搭起最后一次冲锋 15点45分至17点20分 在这军阀群目浪 宦官专权乱政的35年中 大唐来去匆匆武认皇帝 跟分内授之于嘉宁 外授之于班镇 18点20分 唐武宗 毕严登基 五年后 开始信道回佛 18点50分 以唐最后一位救世主 小太宗 宜人上线 大唐最后的传奇 将由这位队争观奇迹 开元盛世 把这无限憧憬的唐僧宗 开始书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点50分 李一枕以极为不及掩耳之素 终结牛里党争 18点55分 唐宣宗决递递反击 向宦官级贵族集团 正式宣战 19点55分 唐将张仲武长驱职日 在解除北方军事威胁后 大唐将重新收复吐破三州 再次掌握和系走廊的孔治权 20点整 宣宗开创大宗制制 大唐帝国回光反照 20点整 历经屠治的唐宣宗 因过量服用丹药 不发身亡 壮志未愁的李一枕 魂归贞观开源 李唐王朝最后的希望之光 烟枭虎灭 20点整至21点15分 昏庸的唐一宗 李翠 唐熙宗 李眼先后上线 而此时 天下百姓对身陷霓潭的大唐 早已失去了耐心 于是 在21点25分之时 王先知 接干起义 三年后 满城静的皇经家的皇朝 接踵而至 22点整 皇朝大将 朱温祥唐 大唐绝密人 正式上线 22点10分 河东杰布使 李克勇 大败起义军 十三太宝 以存孝 弃压群雄 同年 皇朝与北狼谷 决战唐江十苦后 兵败而亡 22点30分 悲剧的唐昭宗 一夜上线 而此时 在多年的战乱中 以朱温 李克勇 以茂真为主的军阀 早已兵强马赵 改朝换弹 只是朝夕之间的事 23点50分 唐埃帝 李处继位 大唐帝国 处于完全失控状态 24点整 朱温聂唐 建立后廊 天下负物势力 终于彻底撕探面具 军阀大乱斗的 五代师国正式上线 而盛极一时的大唐 此刻 却以一种 无比落寞的方式 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静静地等待着 下一位舔拳之子 来收拾 自己留下的这盘惨奇 公元947年 一位远赴少林寺 讨教拳脚棍法的武林高鼠 在主持方丈时 是造英雄的典牧下 开始投身于 北方的乱世之中 在那 有盘大习 正在等着对一者入局 而这位少侠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